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幫自己的疾病打分數 然後到底要怎麼樣治療 你會發現大家都圍繞在一個健保的規範 健保的治療 對 那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 這個東西跟健保無關 這個就是我們的教科書 全世界皆然 你在美國發生這樣的事情 美國醫生用怎麼樣的標準看待 那我用一個比較容易切入的點給大家看 大家一看這個就會 哎呦 側彎 側彎太厲害了吧 對 脊椎側彎 這個族群不算小 但是真正會需要到開刀的 也不是太多 那我覺得從一個脊椎側彎帶入給大家看 就是說很多側彎帶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國小都有些健康篩檢 那就是說他大概他只要檢測 身體檢查覺得好像不太正常 他就會帶來給醫生照X光 然後再來看 我們一般來講啊 脊椎側彎大概有分角度 這個角度必須照X光 站立的狀態之下 躺著還不算喔 因為躺著你放鬆有時候不太準 你要站立有重力的狀態之下去照X光 然後去看那個算那個角度 這角度必須由醫生來算 很抱歉這個沒有辦法 自己算 但是你可以記住醫生跟你講那個角度 一般來講 我們在10度之內 我們都可以算正常 我有時候跟那個 可是我們會有觀念 剛剛那個到底幾度啊 對 絕對已經超過三四十度有了 這個都需要到開刀了 我們很多人脊椎只要不直 他就覺得自己側彎 因為那個健檢報告就是說他側彎 然後他們就會很緊張來看 其實10度的彎曲 只要不直 都還可以接受 那有時候是一個變異型 一般來講10度到20度 這些我們都是可以在觀察 然後我們鼓勵病人多運動 然後多訓練你的肌力 基本上你只要超過20度 20到40度之內 我們就會建議要穿背架了 你如果真的不想讓自己 走到開到這條路的時候 這個標準在強調的時候 全世界皆然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健保才這樣run的 就是說這個時候穿背架 如果你真的醫生告訴你要穿 你就乖乖穿 那因為你如果沒有在這時候控制好 你真的讓自己惡化到超過40度 那就是需要開刀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了 開刀要做什麼樣的治療 這樣開刀 它就從上面這樣叮叮叮叮 然後下一根感情要撐紙 對 對他來講 好痛 因為開刀會覺得那個傷口 從基隆開到高雄 那個很大的一個傷口 很多病人他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是很大的刀對不對 這算是比較大的刀 那一般也要開這種刀 也到年紀大了 不是不是 通常開這種刀的年輕人比較多 有嗎 對 通常是年輕人 因為基本上 你說跳街舞跳成這樣 歪掉 他的治療是這樣子 通常會在青少年的時候 十幾歲 十二十三歲的時候 他骨頭很有彈性 然後青春期在發育 他比較可能惡化 然後這段時間你如果檢查出來 那你就遵照醫生的一個標準說 你可以再觀察多運動 或是你這需要穿背架 你趕快穿 因為你之後穿背架你有機會 不會再惡化 甚至有機會更好回來一點 對 那你一旦等到自己青春期發育 就成熟了 固定了 你骨頭定型了 就這樣子了 那我之前那個開始是 我記得我在當英特兒 還是實習醫生的時候 跟主任 然後那個就是 那時候還是個十五歲的小妹妹 那時候還在青春期發育 然後就那時候 角度上大概已經 三十度上下了 那我們主任就跟他說 你這個就是需要到穿背架 那穿背架 你知道他從肩膀這樣整個穿下來 然後整個包子很不舒服 然後夏天又悶啊這樣子 然後後來 每半年回來追的時候 媽媽就會說 這個他都穿不住 他其實都沒有在穿啊什麼的 他後來一直折騰 一直熬到 他一直覺得說 也許有機會到成長的時候 就是二十歲固定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回來 我們都講說不可能 但是他們就是 一直覺得說 他背架也不好穿 然後後來接近到 我記得到了 大概十七十八歲的時候 骨頭定醒了 他已經接近四十度了 我們主任有跟他建議說 要開刀 那個時候我還是住院醫師 然後第二年還第三年 他建議要開刀 他就不要 他只等到他二十一歲 大學 就是在大學生活 他後來慢慢發現 他真的好像很彎 他沒有辦法穿比基尼 對他真的有那種 就是他覺得他會影響 他的社交生活 然後外型 外觀上真的有很大的影響的時候 他回來 他才決定要開 已經二十一歲 那時候我已經總醫師了 我已經可以跟主任一起 幫主任上道了這樣子 醫生問你一下 那譬如說像大概這種三四十度 很容易在肉眼就看出來 譬如說他這樣站著 已經有點這樣子了 對 這種肉眼就看得出來了 絕對看得出來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剛剛好 可是你現在就順便問整個 你現在十八步了 你現在十八步了 因為我這樣便宜 因為我看有時候 有時候我的鞋子好像 旁邊會磨損得比較厲害 中間好 我就覺得我這樣也有點側緩的感覺 所以我這樣應該OK了 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所以其實我剛剛 第二個 我要跟大家常常講 就是說骨折嘛 其實我們身體 任何一個地方的骨折 哪根骨頭 它都有一個標準 你斷 你缺幾公分 然後角度幾度 其實你就是需要開刀的 然後它那個 都是有一個標準在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